你 妈妈 这是二叔让我送给你的 童童真乖 去玩吧 去吧 今天童童 可以名正言顺地叫我二叔了 谢谢你 乌童 他本来就是你的侄子吗 你好像有心事 没有了 还在担心他吗 你很不擅长说谎 你今天看起来很不对劲 到底怎么了 说吧 或许我可以帮你 昨晚 昨晚张小姐去找过仲谋 发生什么事了吗 也没有了 只是 我心里觉得怪怪的 他们两个曾经在一起那么久 他生病住院 曼杰去探望一下 也在情理之中啊 是啊 他也这么说 男人嘛 有时候很难做到对女人绝情的 但是 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要对他有信心 是 好了 笑一个 开心一点 妈妈 二叔 快来一起玩 来了 童童 来 童童 来 童童 车子好玩吗 好玩 童童 以后不能再让二叔 给你乱买东西了 听到了吗 妈妈 你好烦哦 你说谁烦的 是不是金东叔叔教你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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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继续玩吧 二叔去给你准备大餐好不好 二叔好吃吗 你等着看吧 要不我做吧 不用了 你们先玩吧 我自己来 过来 妈妈跟你玩小汽车 童童 你到底要哪辆车啊 我都要玩 你真贪心你 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 你的厨业我早就领教过了 你还是远离厨房比较安全 那辛苦你了 你真好 但是我来 你我来 你到了 童童 来帮我摆碗筷好不好 好 妈妈 你怎么睡着了 妈妈 你醒醒啊 妈妈 妈妈 起床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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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睡着了 梥童 妈妈 梥童 妈妈 来 不要吵到妈妈 她这段时间照顾爸爸太累了 让她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好 那我先送你回奶奶家 不好 童童 乖 要听话 不然又要害妈妈被奶奶骂了 女人真麻烦 走吧 车子给你 好不好 好 二叔再买一辆给我 好 吴小姐呢 她累了 在我家休息 童童 我先走了 叫我的时候打电话 我先走了 二叔 再见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播 妈妈 这是二叔让我送给你的 童童真乖 去玩吧 去吧 今天童童 可以名正言顺地叫我二叔了 谢谢你 乌童 她本来就是你的侄子吗 你好像有心事 没有了 还在担心她吗 你很不擅长说谎 你今天看起来很不对劲 到底怎么了 说吧 或许我可以帮你 昨晚 昨晚张小姐去找过仲谋 发生什么事了吗 也没有了 只是 我心里觉得怪怪的 他们两个曾经在一起那么久 他生病住院 曼吉去探望一下 也在情理之中啊 是啊 他也这么说 男人嘛 有时候很难做到 对女人绝情的 但是 是你的就是你的 是啊 你要对她有信心 好了 笑一个 开心一点 爸妈 二叔 快来一起玩 来了 童童 来 他 妈 说太刀了 你看我 你想我 收拾了 是不是京东叔叔教你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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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继续玩吧 二叔啊 去给你准备大餐好不好 二叔好吃吗 你等着看吧 要不我做吧 不用了 你们先玩吧 我自己来 过来 妈妈跟你玩小汽车 童童 你到底要哪辆车啊 我都要玩 你真贪心你 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 你的厨业我早就领教过了 你还是远离厨房比较安全 那辛苦你了 童童 来帮我摆碗筷好不好 好 妈妈 你怎么睡着了 妈 你醒醒啊 妈妈 妈妈 起床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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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睡着了 梧桐 妈妈 梧桐 梧桐 妈妈 来 不要吵到妈妈 她这段时间照顾爸爸太累了 让她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好 那我先送你回奶奶家 不好 童童 乖 要听话 不然又要害妈妈被奶奶骂了 女人真麻烦 嘘 走吧 车子给你 好不好 好 二叔再买一辆给我 好 好 吴小姐呢 她累了 在我家休息 童童 我先走了 前往的时候打电话 我先走了 二叔 再见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 暂时五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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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